一人茶几部分取材自真实历史 描绘殷商约翰陶德与洋行买伴李春生 如何将台湾乌龙茶销往世界 造就台湾乌龙茶传奇 2010年首度在CCC创作集出刊 如今迎来第五集完结篇 新书发表会上作者张继雅 除了表达心中不舍 也感谢连载12年来一路陪伴的书迷们 完结篇的心情 基本上是松一大口气的 觉得终于可以顺利完成 然后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故事 就希望可以不辜负读者们 十几年来的期待 因为我们每一本漫画在完结中间 他可能会需要在一些筹备 比如说他接下来要怎么样勘载 或者是他要用什么形式在什么地方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连载的创作过程 他是其实比较更接近是每一本 每一本完成的状态这样子 最后一集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 陶德跟李春生他们是历史人物 就是这套漫画的取材历史 那可是作为漫画 希望给读者就是最棒的阅读体验 那我们要怎么样在既有的历史的一些历史事件 已经固定的历史事件时间点 在这样的框架下再去找出角色他们可以 比如说在比如说原创性的或者是更娱乐性的演出 就是像这个部分就会花很多心思去思考 然后把它表现出来 角色上基本上都是跟当初设定 就是从设定开始出发 但是其实在这个创作过程中 我会意识到就是 我可能在某些部分并不太了解角色 会这样说是因为毕竟他们都是商人 所以我觉得我会需要去做更多的取材 来更符合就是作为商人 他们可能在思考的地方会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像这样子去做更多的添加 让角色丰富 历史漫画它不是只是完整的去重现历史而已 它必须藉由漫画里面很多吸引人的表现方式 让读者投入兴趣 那在就是角色的互动上 然后故事的 比如说意想不到的地方 像这样子去添加它的娱乐性 然后吸引读者可以看一下去 而不是只是像看历史教科书 就是这套漫画在创作的时候 也一直在注意的地方 新书发表会现场 立法委员苏巧慧也特地前来送上祝福 并以超级书迷的角色分享自己的心情 细数漫画里每个感动他的瞬间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漫画而已 它其实是现在年轻人非常适合的新创的圣经 我觉得很多人在讲这部漫画的时候 其实会说我们终于有把台湾史用一个轻松易读的漫画方式 可以介绍给更多的年轻人 我完全同意这部片这部作品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我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更认识台湾史 但是我同时必须说其实20多岁30岁的年轻人也很适合读 因为当我们想要创立一个新事业的时候 中间会遇到的挫折困难理想和梦想的拔河 李春生和陶德之间的争论 真的完全就是代表了我有理想我想要往前冲 但是我完全不管后面的经济压力 我就是不得做梦的陶德 那个热情的燃烧 不晓得到底哪里有的这种勇气 然后李春生的那个理智面现实面一直把它拉回来 但是到最后你到底要在你的梦想和理智之间 如何画出那个平衡线 常常我会自己看到热泪盈眶 因为我会想说哇我们想做这件事情 想要把更多的想法让更多人知道 这不就是陶德他现在在讲的这些话吗 像刚刚到这那常常都会有那个对话狂涝很大 就是你看到他已经一路挫折挫着挫着 然后跟李春生一直吵架吵架到最后李春生 从来说对啊你说的是对的时候 然后下一页就会大大的风景图 空景全页 再加一个对话框 让淡水的风 自由的冲锋 吹向全台湾全世界吧 我就说啊 对啊 就是这种心情啊 我就是要把台湾人的梦想 站上世界的舞台啊 就这种高度啊 就觉得啊 我被鼓励到 然后下一页一页都开始继续挫折 就都开始挫折 所以那个新创 各位你们可以理解吗 其实我的行业 像我自己在做的工作 我也是把我自己的工作当成自己的新创 我是在创造一个品牌 我是服务业 所以其实昨天我有很多困难 然后要怎么沟通 要把自己推销过出去 其实我觉得跟陶德在推销 这一杯茶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相同的 所以我不晓得你为什么有那么多 能够鼓励大家的心情 你这个人真的有这么乐观向上吗 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一直这样鼓励大家 但我真的有被鼓励到 然后不管是这个城投家 他跟他儿子之间 到底要不要栽种新品种 那个困境 我受过了挫折 所以我要停在这里 但是二代 就一直希望能够有新创的方法 可以把这个父母留下来的东西 明明就有机会可以在那发扬光大 那段故事我觉得也是 每一个二代的挣扎吧 每一个二代也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啊 那甚至是 今天这个画像 我一来看到这个画像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不只是新创 后面他还有一个 那一杯茶 是一个想要被认同的心情 原来 不管是做人还是做生意 陶德都比我懂得更多 林春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对啊 那种想要被认同的心情 当我想过一个梦想 希望被更多人看到的那种心情 就是这样 一路陪伴张继雅的责任编辑 同时也是 CCC创作级主编的 温存雅表示 从陶德 春生还有周边的人 都让更多读者了解 这块土地的故事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一开始我认为 陶德他的人生 他有把台湾的茶叶送到美国 然后又有什么 到台湾天 他就是海里面救人 或者是说经历的清化战争 这个故事本身很精彩 然后一个 每一个片段都是一个 很有趣的故事 然后大概是个四回的故事 然后但是很快 既然就打破了我的想法 他说我们来个三集吧 这样子 然后三集大家都知道 然后后来又变四集 然后又变五集 对 那可是事实上是 每次基雅都能够说服了我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擅长演绎故事 能够很就是把故事绵密的去 让这些角色 然后他的一些心境转变 然后他们的个性去呈现出来 所以我每次都会觉得说 这样让故事应该的 然后 而且事实上是作为一个 就是有点外来者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也在这个 十年过程中慢慢的融入 这样子台湾漫画的一个环境 我只能说我是一个幸运的编辑 因为我遇到的是基雅 因为基雅是一个 非常非常厉害的创作者 他如何再去这个故事的表达上 那还有再是一个 就是人物角色的塑造下 DN6说像我还满非常深刻 第一次讨论到说陶德的时候 他给了我一个说 我觉得陶德是一个浪漫的人 然后我就想说 哇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我只知道说他做了这件事 他做了那件事 但是当这个性格出来以后 这个角色就先过一切 然后而且在这十年 我们一直在创造这样的故事 然后我当然是一个 主要是资料收集的程度 程度这样子 就是资料收集 然后我们会去做一些 那或者说他们的一些路线的探场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是变成是深深的就是 我也是这个作品的迷 我也是经常在走在那些路线上 走到台北城门也好 或者是走在就是那个 张继雅是嘉义梅山茶农之女 当初构思长篇创作时 便决定从自己熟悉的题材出发 也让他一头栽进台湾乌龙茶的世界 最大的帮助就是在制查的技术上 如果我有不懂的地方的话 我就可以去问那个父亲 去问爸爸就是 比如说那个技术 他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他或许是不是可以用别的方式 像之类的去问爸爸 那有的时候因为我是为了漫画的目的 去问爸爸 那爸爸他就会有一点觉得 就是不明清 你为什么要问那么多呢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啊 这样子 他看他们就会呈现有点困惑的感觉 但是他们还是会很努力的 就是把他知道的知识告诉我 这样子 他的就是看点 应该还是最后回归到角色身上 就是陶德跟李春生 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作为商人 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理想 跟希望的想做的事情 那两个人是不是 你说能够一直 像以往一直合作下去呢 还是说两个人的关系 产生变化呢 我想这个是 舒敏可以在最后一集 就是有去期待的地方这样 就真的就是只有 就是谢谢他们就是一路陪伴 然后一起走到这边来 就是有 真的就是有舒敏 他从国小的时候 开始看这套漫画 然后到现在其实已经出社会了 然后他终于可以等到最后一集了 就是也是为什么我前面会说 我其实觉得松一口气 就是毕竟让大家 让舒敏等了十年 希望可以最后好好的把结局 就是献给他们这样子的感觉 一人茶几漫画迎来最终章 陆续也将衍生桌游 城市解谜 PC版 电玩等不同领域的合作 让更多人认识台湾乌龙茶的故事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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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